大家好,Kan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冬瓜影片 上次拍攝的視頻是7月24日 今天8月22日,一個月 帶大家分享我的冬瓜山影片 記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說過 像這個一樣,就可以留下 當時那個就是這個 一個月之後,變成這樣 這個大約有超過30磅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小小 這個有20磅 上面被蟲鼠咬了一口 上面被蟲鼠咬了 幸好傷口懂得乾,懂得埋起來 應該這個瓜就沒事的 這裡本來有5-6個在這裡 全部被蟲鼠咬下來,沒有了 這一棵就是我折了主枝的一棵 折了主枝之後,開了很多橫枝 在橫枝裡生了些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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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棵 這一棵沒有主枝的 那它的瓜呢 有一個瓜在這裡 就很大過這個瓜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主枝就是供這個瓜 所以養份就是這裡 這個瓜就大 但是呢,它的瓜小 那現在呢,這裡才可以在這裡 拍到這裡 拍到這裡 這個小小的瓜在這裡 但是這個小小的瓜 這個呢 要等這個大這個 砍掉了 養份才會過到這裡 我們的黃瓜呢 就要怎樣呢 選到這個瓜 這個瓜帥仔了 那就留它了 留它那時候呢 我們就要看了 好像這一條藤呢 就是在這個瓜的邊生出來的 那就搶這個瓜的養份 安到你又不要它 咳了它 如果不然呢 這個瓜呢 養份也會被刺貸的 如果不然呢 養份也會被刺貸的 那還有呢 幫我們選到這個瓜 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將它來煮 它來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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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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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下地 然後就下地 這裡 這裡 我通常下地 這陣子我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去打理它 所以就 沒有撿到 那呢 我們要怎樣呢 我選擇 留這個瓜 那我就把這裡 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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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切開 切開 讓它 不要 搶 那個瓜的養份 那 變成呢 這一條 枝 一路來呢 只是養份 供給這個瓜 那這個瓜 就快大了 好像這些 這個 這個大 這個 不是很久的 這個大的 過月都未夠 就已經是這麼大 但是呢 我還沒有 還沒有 切開 那條 藤 從哪裏來呢 這條 這裡來 跟著 這裡 這裡出 那個 好像 是 也是 供下來 是不是同一條 四面 好像不同 嗯 OK 下次來 那這個 這個瓜 如果有空 一路都沒有 有些要跟著 藤 慢慢跟著 從哪裏來 從哪裏去 那我就好了 那我一路沒有人剪 現在就剪了這條 哇 先坐好那張椅子 好 OK 好 好 好 可惜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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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咳了之後 這個瓜 有這麼大 我們要用一個 小椅子 鑊子 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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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呢 那些藤呢 頂不住就斷了 這個瓜 現在呢 我猜有 四十磅 這個瓜 我猜 應該會去到五十多磅 那 你看到 皮已經開始白 意思是 熟 這個瓜 差不多可以了 這個呢 顏色 這樣 這麼白 已經可以了 已經夠新鑊 不過呢 我剛剛上星期下了肥 我等它清一點 遲一個多星期 我就鑊這個 鑊這個之後呢 這個呢 就會再大一點點 那這一棵呢 暫時看到呢 就已經是 沒有什麼瓜 你見 只有這兩個 看到這裏三個小瓜 這裏有小瓜嗎 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OK 有瘦粉嗎 應該沒有瘦粉嗎 應該沒有瘦 開開了嗎 還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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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一邊查這棵 我以為呢 這一條呢 只得公花 我本來打算剪 但是我現在看到有喇叭 我又不剪了 那我把它放在上面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就將這些藤呢 看看它 有沒有 那花的 那看過它 如果它沒有那花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那花的 那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太過長的時候呢 就把皮革都掉 先掉下 剛剛那條你放了上面 是啊 有一個小瓜 那我希望呢 那個小瓜呢 其實呢 我砍了兩個之後呢 那個小瓜會彈 我們平時有空就看看有沒有枝 是你的瓜 這個瓜 這個瓜 一直往那邊走 旁邊有沒有生 如果有生就咳了 就不要讓它生 因為它在生新的環子前 就把這個瓜的樣子扯了 這個瓜就不會大 即是沒有那麼快大 還有呢 這個它生了 新的環子 新的環子 我們不要要 因為它這條環子 這條環子是會把那棵瓜的樣子扯了 不要要 有空就撿一下枝葉 你覺得它遮擋了太陽 這裡有個瓜層 在哪裏 不過還很小 手指弓 還沒有開花 OK 那這一棵 這一條 這一條 這個瓜藤就是哪一棵來的呢 就是這一棵來的 對 是 是這一棵來的 是 是 這一棵來的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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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瓜仔 現在這個大個 扯住這兩份 那個就是 不快大的 這樣 要等這個斬這個 那些就快大了 但是問題 現在時間 可能不夠 因為現在到8月15 還有一個月 一個月 或者勉強,這個遲多過拜祖就能斬 斬得,那些就有二十多天時間 希望看看能不能夠時間生 讓大家看到這些瓜仔,有再小一點 例如,牠開了花,牠開了花,瘦了粉 為什麼知道瘦了粉味呢? 當瘦了粉的情況下,牠是直的 瘦了粉之後,瓜就會向下斬,即是瘦了粉 瘦了粉呢,在那個情況下,我們怎樣呢? 每一個月,下一次肌肥 我喜歡用肌肥就是雞屎 下了雞屎之後,順手,如果你不介意用化學肥 順手拿一堆,十六、十六、十六的化學肥 不要多,拿一堆,圍住那棵瓜,周圍 灑一堆,十六、十六,這些是化學肥 如果你不介意用的,放下去之後,你會看著那棵瓜 牠吃了發粉,就不會太飽了 但是我就不用,我只用肌肥 肌肥給它多少,我就吃多少 那化學肥肥就不用了 如果大家不介意用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些藥 拿一堆,十六、十六的化學肥 對那些瓜,會帶一點,甜一點 很快帶 如果你不下的,當然會自然扯一些肌肥 就比牠帶得慢一點 那就等自己選擇吧 有些人就說,留一堆主藤,不要給牠生橫枝 這個沒有說對或不對的 如果以經濟災種來說是對的 為什麼經濟災種? 就是農場種來賣的 為什麼呢?一堆主藤供一個瓜 這個瓜是很快帶很大的 重量很足夠的 但是呢,如果你剪掉不止疼一生橫枝 在橫枝裡面,每條橫枝 不要說每條橫枝 三條橫枝有兩條有瓜 那你變成,瓜就多 瓜多自然就會細,沒有這麼大 不過,我們家裡不需要這麼大 大過的時候,你一次剖掉會不會痛 這些尺寸已經很大過了 那麼,變成就是說 你們自己自由選擇 喜歡,我喜歡大過的,那就一條橫枝 不要給牠生橫枝,只剝一剝瓜 那就很大過,很漂亮 如果你說,我喜歡西藝果,多的 摺著就煮脂它 讓牠上爬頂,自己要高度 摺著就煮脂,等牠生橫枝 生橫枝就會有多瓜 OK,拜拜 拜拜 因為那些年花多漂亮 你們是不是從哪裡來西藝花 之前種的西藝花 多漂亮呢,蓮花 那些西藝蔥 那些西藝蔥 要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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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好 早上,大家都是過月,進去一下 過月,過月,過月 那些西藝蔥 現在西藝蔥已經很漂亮 我已經吃了三次 炒三次 第四次來的地方 很漂亮 西藝蔥 足夠的蛋皮生長 那麼這個 循環增生是不錯的 拜拜 拜拜